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使用西门子的咖啡机是在三年前 我有幸被邀请到一个家电站 在西门子的咖啡机展台来演示咖啡机如何使用 我记得当时我还亲手教了西门子的内部的员工 怎么样用这种全自动的咖啡机来制作咖啡的拉花 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今天在我面前的这台是西门子的EQ300 3000多块钱的价格在全自动的领域来说 已经是比较低的价格了 因为全自动咖啡机相比半自动咖啡机来说 它的构造设计其实要复杂的多 接下来我们开机我们来体验一下这台咖啡机 它的表现怎么样 首先说前边它是咖啡机的一个触控面板 上边这是一个开关机按钮 每次开关机之前它都会自动清洗一遍 另外左侧这边有几个咖啡豆这个地方 它是可以选择咖啡的研磨的多少的 大家可以看它是从very mild到very strong 就是从一颗咖啡豆到五颗咖啡豆 右边这个按钮它是深度清洁 中间这五个按钮是五个菜单 后边打开盖子里边是一个磨豆机 它这个磨豆机是陶瓷刀盘的 陶瓷刀盘在研磨咖啡豆的时候 它的发热量会相较低一些 另外这边是有一个调节粗细的旋钮的 我通常我会用最细的来制作咖啡 另外告诉一下大家就是在调节粗细的时候 最好是在磨豆机工作的时候来调节 再往后是水箱 再往前看这是一个高度可以调节的蒸汽管 这个蒸汽管可以取下来方便清洁 蒸汽管的旁边是萃取咖啡的分流嘴 它也是可以调节高低的 可以放不同高低的杯子 接下来我们先尝试着做一杯espresso 可以看一下 整个这杯espresso制作大概在一分钟左右 因为它先抹咖啡豆 然后接下来在机器里边填压萃取 这个espresso的它的这个creme油脂还是比较丰富的 另外我发现它这个机器的每一个菜单 都可以单独的去设定你想要萃取的量 就比如espresso 我想要萃取多一点的话 那我就可以长按espresso这个按键 那我就可以等到达到我想要的量了之后 我就可以单独的再去按一下 那它就可以就是保存我想要的量 你看这个set quantity 比如我想要萃取它50克 那我就可以等到50克了之后 我把它关掉 然后这个时候屏幕上边会有一个参数以保存的 这样的一个英文的显示 这是刚才已经萃取好的这样的一杯espresso 我先尝一口试一试 全自动咖啡机萃取出来的 它这个口感就是它的平衡感以及甜感非常非常好 然后也有一定的这种body的厚重感 这个喝起来非常的平顺 那同样别的菜单也是就比如cappuccino 那我就可以长按cappuccino来设置打发奶泡时间的长短 等到自己觉得是合适的量 那我可以按手动停止来保存餐数 好那接下来我们做一杯一键式的cappuccino 我先用150毫升的牛奶 然后按cappuccino 它会先来打发奶泡 奶泡打发完成了之后 再出espresso 好这个时候奶泡已经打发完了 然后第二步是浓缩 这整个已经制作完成这个步骤 那这杯cappuccino 我们先给相机背后的B导尝一下 这个喝起来非常的平衡 很平衡 记得17岁上高中那年要高考春次 坐在我前面那个女孩 长相我就不多说了 酷是冰冰 她每天都要喝一杯苏蓉咖啡 是想当时如果我有这一台咖啡机 那我是不是每天都可以来学校 给她带上一杯我亲手制作的cappuccino 那我 那我们 那另外啊 这台机它可以制作个拉花的咖啡 为什么 因为它有这个单独的奶泡打发的按钮 那所以说呢 我们接下来可以挑战一下 能不能用一台这种全自动的咖啡机 来打奶泡 我们来做一杯拉花的cappuccino 接下来呢 我先来准备牛奶 那这个牛奶打发的时候呢 我会用温度计来测量 为什么 因为制作拉花的那个牛奶呢 我会控制在55度左右 先打发 好 这个时候呢 它已经开始打发了 好 现在呢 牛奶的温度是在39 41 42 在持续上震动 好 接近60度的样子 好 然后接下来 我会再萃取espresso 那这个时候同时呢 我会把这个打发出来的这个粗的奶泡 我把它刮出来 好 espresso也萃取完了 然后这是打发的奶泡 好 这是espresso 尝试着挑战一下嘛 好不好 感觉还是可以的 小小的这个郁金香 好 全自动咖啡机制作这个拉花的 算是挑战成功 然后喝一喝 尝尝尝看有没有这个 避岛的那杯 好喝 我觉得这杯的话 它的比例会不一样 因为这个的话 我可以自己来控制 espresso萃取的量 以及我自己控制这个奶泡打发的这样的一个温度 那最后呢 我自己又刮掉了一些稍微大一点的奶泡 分开这样的一个步骤来做 整个这个表现啊 其实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当然也是需要自己来动手来调整一些东西的 不过也是挺好玩的 那最后呢 我再讲一下清洁啊 就是前面板打开了之后 它里面呢 它里面呢是有一个绿水盘的 直接抽开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咖啡渣倒掉 还有这个绿水盘的水 废水倒掉 那另外我发现啊 就是它整个咖啡机核心的这个萃取单元 这个是可以单独拿下的 这个萃取单元啊 我真的没有想到它可以单独的拿下来 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 你看这里边它有包括这个压粉器 然后粉仓 咖啡豆磨完了之后 直接可以通到这个粉碗里边 整个这个萃取的单元 我觉得真的是它的这个技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最后我再总结一下 那这款西门子的EQ300 全自动的咖啡机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那首先第一 不喜欢太复杂的制作步骤 那每天你赶着上班要喝咖啡的人群 你按一个按键 那甚至你都不想去按第二个按键 就想喝一杯咖啡的 简称懒人 那或者呢 就是你自己从来没有制作过咖啡的经验 但是呢 对咖啡的要求是有一定的品质的懒人 那今天的开箱呢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Cheers